在内的内阁官员包括了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水利署长 农委会职委等人 都应该为防灾救灾不力而辞职下台 八八水灾 检视马政府官员应变能力 但灾情如此惨重 除了天灾 人祸更是关键 不只国内外媒体批评 就连国民党立委都要求马总统正式向国人道歉 总统心里有数 由于这一次的一个救灾的一个不力 害得整个总统的声望都掉成那样子 那总统主要是要为他用人不当来道歉 那该换人还是要换人 立委直言总统用人失当 更进一步点名 防灾救灾不力的官员该下台 从行政院长刘兆玄以下 国军救援时机太慢 国防部长陈兆敏名列下台排行榜第一名 外交部擅自拒绝国外援助 外交部长欧宏恋次长夏立言也被点名该负责 另外掌管土石楼的农委会 以及担负防洪责任的水利署 都在立委的下台排行榜上 说谎了要下台 到底这个园外的外援的这个部分 是谁说不需要外援 国防有军队动员的部分 经济部有治水跟供水的部分 其实都有很多问题 马总统8月18号将举行记者会回应外界批评 根据了解外交部次长夏立言 水利署长陈生贤以及国防部长陈兆敏 已经列入留校查看名单 八八水灾已经夺走上百条人命 追究责任同时 政府更应该深切检讨 三连新闻是罗皇之前 再报道